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什么是什么原因去选择那么准确 而在安息日的 而在今天5月13号当天呢 以色列政府明确有过明确的通知 就大家不要尽量不要外出 当然在北京的状况 似乎跟西方社会有点差距 我相信作为他们 以色列人本身来讲 他也会差别对待 可能认为相对比较安全 基本上是这么个背景 更新的内容没有太多的 中方也没有 中国人没有发声 没有发表更多的说法 以色列人也没有把这件事情 再往下追究下去 终归那个人并没有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并没有引发出更大规模的故事 但那段视频我们做了两期吧 做了一个今日点击 做了一个直播 那段视频在这个YouTube上 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所以这是一个满值得关注的 看到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在欧洲 在欧洲YouTube跟谷歌 主要是YouTube 遭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YouTube会不会自己 收紧他的相关的政策 就在目前非常紧张的背景之下 再收紧政策 因为YouTube表现任何一方 都会被对方 被另外一方是反对的 那里面都包括了战争 包括了杀戮 包括了一切 所以在我 我们我这里跟大家解释 在我们节目中呢 可能将很难去引用 现场完全引用 我们看到的一些视频 但现场视频会非常多的 作为一个对比 Twitter X在欧洲已经遇到巨大问题 就是欧洲在强迫 马斯克做出答复 那马斯克呢比较 还是比较坚持他的做法 所以在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处在这个事情 这个故事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最终将使得人们失去了真相 会在某些事情发生前 使得在人们各自自我保护的过程中 失去了一种背景 真相背景 这是很大的一个悲剧 但这是人的价值观 就是人类社会价值观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因为他价值观的概念 是指没有一个一个道德准本身约束的概念 这是一个我们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就是 SOFA到目前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以色列时报 他技术还比较整整版都在技术事情的进展 以色列今天在这个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有限的进攻 他尝试跨过边界 有限进攻的给我总体的体会 就是他在尝试要解救人质 如何第一时间能够解救出人质 这是一个对他最大考验 所以他在尝试进攻的时候 似乎在把这部分包含在其中 媒体报道也没有回避 没有回避这部分内容 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直接把伊朗 哈马斯和珍珠党 称为叫轴心国 轴心政权 那这样轴心政权正好在伊朗背后支持下 支持了以色列南北双方的敌人 所以他轴心国第一次这么称呼 这个称呼呢 给我感触了就是这一次战争 本身的在表面上看到的一个背景概念 普京有所发言 那哈马斯呢也刚刚发表声明 支持普京的发言 so far到目前可以看出来呢 似乎普京最困难的时期呢 就等于解脱过去 那哈马斯发动进攻 解脱了普京的困境 使得乌克兰可能陷入绝境当中 这东西中间到多大多大比重的关联 我自己愿意把它看成这就是一个 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场文明社会当中 你可以看到无可奈何的 中间的很多背景故事呢 都有他们命运的纠缠 我愿意把它上升到命运的纠缠 因为在表面上的谁对谁错的纠缠呢 已经无法解释目前的状态 现在是完全是天经麻花 就满拧的 完全满拧的一切 这种满拧的一切 如果你说一个大的框架的话 我愿意 我依然把它看成是犹太人 犹太人一个整体的框架 在犹太文明出现之后 到了今天犹太本身 犹太文明又以完全科技的概念呈现 所以古老的犹太人的传统摩西的文化 与最现代的犹太人的当代科技的 所代表的现代意识形态 发生了正面冲突 那巴勒斯坦也好 各种宗教也好 只是在他们根本性冲突当中的表现的故事 因为即使是俄罗斯东正教 比这个我们现在看到 阿拉伯地区的宗教 还要晚四百年到五百年 俄罗斯东正教晚 那你到了这个这个 现在宗教是公元六百 公元五百多到七百年 俄罗斯东正教是公元九百多年到一千年 所以这是一个 而真正传统东西都是在犹太人的 所以你就看他裂变的过程 然后全都饶里 全都在里面裹着 这是一个看到 这是第一个标题就是 他讲述了这种有限度的攻击 据说是为了找回尸体或者失踪人员的物品 对袈裟进行了本土化 就是本土的进攻 在预计在地面之前 首次本土化袭击 基本上就基本上是这个背景 那一些一些受害者的尸体呢 没有身份证明 不知道到底是谁的 所以是有这个问题 中间就谈谈到了一些简单的故事 第二个就是 拜登与家人与人质家人交谈 以色列国防军大规模的袭击 就是在今天下午 另外一个就是拜登 拜登建了14个失踪的美国 美国人的家庭 就是有可能被充当人质 他死亡呢 已经达到27个到29个美国人 那他跟这些家庭 其中也有一个我看是 应该是中国人 姓陈 本性姓陈 那里面还重点采访这个父亲 儿子没了 儿子找不到 那他里面描述就是 拜登再一次把这一次袭击 称为非人类动物 非人类行为 我在这里跟大家总结的是 那非人类行为 这个说法是非常的 就像我说的 他讲纯粹的邪恶 为什么我个人比较觉得很 有人说陶哥你赞赏他说法 他讲这种说法的话 一般是有着一种 宗教背景宗教的影响 他才能做出这样的描绘 否则的话不太容易做出这种描绘 什么叫纯粹的 纯粹的邪恶 什么叫 这个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讲出来 这是我眼睛里 我们这么这么来跟大家分析了 有着一种自我拯救的成分在里头 但很难说 真的很难说 因为太复杂了 整个背景 以色列军方说 在以色列北部打到一个 击落一个不明物体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 击落两个不明物体 在海法上 他没有解释这东西是什么 所以没有解释呢 是原因有可能来自于叙利亚 也有可能来自于黎巴嫩 那也有可能就是 他不能确定的 过来的方向 这就这篇报道 拜登跟14个家庭 纪有分钟的会谈 他非常关心那些人 这是一个过程了 那下面就 下面我们讲的 跟大家分享过了 另外一个就是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亚胡刚才 刚刚啊 就是有一个时差 他向全国发表了一个电视演讲 短的 在安息日 一般政府很少讲话 他说上一次讲话是这个 应该是前一任的 以色列的总理 应该叫拉宾 拉宾是被刺杀的 197几年 是198几年 他被刺杀了 那当时刺杀应该是在埃及 所以埃伊那时候 可能我记错了 但我印象是那样 被用机枪打死的 那是当时在一个军事的 阅兵室上 那是一个很 非常震惊的大事情 那当然那时候我们还 我忘了是不是 是在上学期间 还是在干嘛 但那是那个时候发生的 所以自那之后呢 因为安息日是 以色列人很重大的节日 重大宗教节日 所以一般来讲 作为政府官员 很少说话 他们在尊重着 整个宗教的本身 所以当他突然发 突然向全国说 他要在安息日 进行演讲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人就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 重大的事件 比如说开始进攻了 开始如何了 但他没有 他只是谴责 再次谴责了这次的行为 所以在舆论评价上的 比较模糊 就是不太理解 内塔尼亚湖 为什么这么说 只能说不太理解 给我自己的体会呢 他可能是把这一次的战争 因为基本战争准备就绪了 他在等着 等待着一个日子 可能真是像朋友说的 星期日 等待那个日子 或者等待美国人撤侨 达到了一定水平 那但等待日子 我觉得更重要 所以内塔尼亚湖 故意在一个重要的 安息日 对以色列人而言 去发表他的演讲 来表示 现在的犹太人 遭遇了历史性的一种 历史性的一种危机 可以这么说 因为跟以往战争 完全不同 这种以往的战争 跟现在的技术状况 跟他的真假状况 差距很大 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以色列人赖以骄傲的 高科技的整体一切 却成为这次战争 出其最致命的弱点 所以让以色列上层 包括军方上层 政府上层 都感到了一种恐慌 因为当他最值得骄傲的 最发达的这样高科技 作为他整体国家 国立基础的时候 却成为了失败的主因 那他后面该怎么办 这战争怎么打 这是一个他自己心里 我觉得是非常疑惑 不是说他不打 而是说他心里总是有 有一些坦荡的原因 有点不太不太那个原因 战争第七天 以色列最黑暗时刻的 愤怒跟团结 最黑暗愤怒团结 这个人是每天写一篇 我想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他描述的意思 政府的失败 事情发生时政府的失败 让整个以色列人感到极为的悲愤跟无奈 所以他们相当对内塔尼亚胡非常愤怒 所以政府也承担这份责任 承认是自己的失误 那但是呢整个陷入了苦难 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份失败 那这一份失败就把以色列人曾经的骄傲 就给打了 我想说曾经骄傲给打了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背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在面对着全世界 那么一大批人在整个这种烘托的状况下 以色列人就显得很悲壮 他呢本来是一种有着正义的成分在里面 结果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 却成为了非正义 那本来从对方的角度来讲 是极其邪恶的一种故事 但是在今天的左派思维的一个整体的影响的背景 就出现令人难以言表的 哈佛大学的校长是黑人女的 没有我个人从来没有 咱也没打听我没想到 他明他今天发表声明明确讲述了 维护了哈马斯的运动的所谓的任何正常的发言 讲话自由 那个那个讲的我我个人以为这就是美美国完蛋的根本原因 哈佛哈佛的校长 那就是从人从真正的他的精神层面 他的他的学识层面完全垮掉了 原因就是没有道德 都是纵欲 对吧 任何的自由公平权利 本该是有人人本身一个道德的约束 那是不可跨越的 结果他却把人的纵欲放用自由的解释 当成一种道德的标志 而不去管输生命本身 这是完蛋 然后在法国意大利 都法国意大利跟纽约 都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跟冲突 警察直接介入了这个抗议人群的所作所为 那介入的意思就是 抗议人大多是支持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 那政府都强力的给他镇压了 相信就跟政府在解读今天作为愤怒日本身上有关系 因为政府是感到了一种感到一种惧怕跟恐惧 那在纽约呢 人们去就是充满了整个 整个这个时代广场 他没有说多少 数 没有我个人看不到数万人 几千人可能有 那这几千人进入到去了这个以色列驻纽约的总领馆 那后来发生什么 没有 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状况 在今天结束 天黑了 我们能看到的故事 大家都在准备着这个最后战争 给我感触是这样的 感谢朋友们的知情 感谢朋友们的知情